剛剛獲得金曲獎提名的阿美族歌手 蘇命他的歌詞中充滿了傳統部落文化 最近他跟來自澳洲的原住民團體 維波珍妮一起登台演出 而且還帶他們去台東鐵花村 體驗台灣的部落文化 夫妻黨維波珍妮2007年開始組團演出 曲風融合了爵士和民謠 在澳洲大受歡迎 這次跟蘇命合作演出 更是讓大家驚艷不已 用阿美族語唱出充滿力量的音符 他是歌手蘇米恩 跟來自澳洲的原民團體 維波珍妮一同登台演出 我覺得算很難的 要不然老實講 我們看到澳洲的一些原住民音樂 其實我們還是期待的 都是那些傳統的音樂 如果沒有辦法碰到這樣的音樂 其實我們不知道他們的音樂 已經發展到生活了 夫妻黨維波珍妮 從2007年搭檔演出 結合流行 民謠以及爵士 2012年舉辦房子音樂會 巡迴澳洲演出 柔美的嗓音 清新的曲風 大受歡迎 這次台澳原民音樂會 除了在台北紅樓登場 還要前進台東鐵花村 開音樂工作坊 互相學習彼此的音樂創作 以及體驗台灣原住民手工藝 我非常興奮地去看他的民族 而且去看國家的地方 我們沒有那種的國家 我們沒有山洋和藥物 我們聽到他們很誇張的民族 我們很誇張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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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場音樂會會出現中文 阿美族語以及英文 三種不同的語言 唱出兩地的圓民色彩